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她说不用靠我 所以她认得不伦练又认了孩子 为什么选在事隔两个礼拜 新闻已经消淡了之后突然出现呢 我觉得这延续上次我们两个人的对话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如果她不出来道歉跟承认错误的话 料就会一直丢 所以后面还有要报的料 她只好被迫出面 所以为什么游医师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是 我现在没有原谅王医师 这是一个伏笔 表示她到现在为止没有原谅她 还有第二件事情 她形容王医师的个性 请记住这里面有猫腻 她说我跟她认识30年 这30年当中 她说王医师只要你跟她相处 你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 她喜欢去照顾她身边的人 但是她是一个在情感上很烂情的人 不会掌握分寸 所以容易出问题 在政公在帮王必胜洗白吗 我认为是在洗白 因为照理说我没有原谅她 又怎么会跟她一起出来开记者会 或者一起出来受访呢 我没有原谅她又怎么会一直 扭露她是暖男 工作非常专业 这听起来不像是没有原谅她的政公 我们也来听这一段 她的太太也接受访问了 并不是来我就是要说 我都原谅我的先生 你们也要原谅她 这个事情牵扯非常的复杂 我现在没有原谅王医师 我真的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就是你们跟她讲的前一天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没有隐忍 我也没有容忍 我非常不喜欢 媒体还有网络上面 说我是政公 两个在婚姻关系中间是平等的 没有谁隶属于谁 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政公的位子 还有一个什么名分 去委屈求全 很想招呼所有的人 对我来讲是缺点 心态上面就是很烂情 不知道分寸 然后又容易妥协 对我来讲就是伤害最深 最容易就是伤害到人 这件事就是我的家务事 好 最后她说这是我的家务事 爆料人其实还有一个料 还没有爆出来是 她写这个爆料人说 9月7号到9月9号 这三天当中 那个林小姐的全家人去 宜兰郊西玩 那当时根据林小姐的说法 是王碧胜也答应要去 但大家都知道 王碧胜怎么可能 有三天时间去度假呢 但是9月9号 他们要回来的时候 王碧胜他特地到郊西选择 因为他要去视察 他特地加了一个地方 就是郊西的这个防疫指挥中心 他那边去视察之后 等于是他公事忙完之后 他可以就把这个林小姐 跟他女儿再回来 等于这个公事跟私事之间 根据王碧胜的说法 这是分得很清楚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料显示 公事跟私事之间 其实还是有些模糊地带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王碧胜 游医师 他们出来一起接受访问 当然希望王碧胜 留下这一顶乌纱帽 但是能不能留下来 后面有没有别的伏笔 那个林小姐带着那个 长得这么像王碧胜的女儿 女儿会长大 所以这个事情会不会再延烧 就没有办法想象 也就是说后续要被爆 他公司不分嘛 所以他只好选择在这个时候 这个当下出来灭火 除了被爆公司不分之外 我认为更严重的是 他身为指挥中心的重要核心人物 他是一个防疫指挥官 想不到自己还违反规定 我认为这件事比较严重 可是他你说的违反规定 是那个隔离的时间是吗 就是林小姐跟林小姐的家人 被匡列隔离的时候 他怎么可以去看她呢 但是他有解释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对指挥中心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 对指挥中心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是因为王碧胜有透过指挥中心 解释说 他每一次到疫区去 大家都知道嘛 人家是防疫的这个碧胜 对不对 他到这个疫区去的时候 他回来都有隔离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他就算去探望这个林小姐的妈妈 他的家人 他回来他也有隔离 他说他绝对绝对没有去伤害 或者是影响指挥中心 问题是被隔离的人 他就不能跟外界接触吗 明明确准他怎么可以去吗 王碧胜 你怎么可以 因为他是他的小三 或者是他的小三的妈妈 你就特别去探望他呢 因为你有这个 这个很严重 你有这个特权你就去看他 那万一你自己变成破口 那每个卫无部的男人 都可以去看小三吗 而你小三都是确准 我这样这个比喻就好了吗 而且就算 就算你回来有隔离 就算你不是破口 你也违反规定啊 根本不能去好不好 这不能去啊 我们话说回来今天有 别人的家人不能去看 为什么你可以去看小三吗 所以今天有媒体形容说 王碧胜终于拆掉炸弹了 你们都弄错了 其实王碧胜早就被这个炸弹给炸了 他说我没有那么白目的时候 已经炸开来了 只是没炸死 只是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 没有办法想象 当第一个就是要跟我太太道歉 卷入桃色风暴 王碧胜接受专访 五度向妻子道歉 王碧胜回想事件曝光当时 陈时中和他讲的第一句话 接受专访前 王碧胜有事先 和陈时中报备 外界关注他的职务是否有异动 王碧胜回应 长官权限无权智慧 但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会尽力去做 针对外界质疑 护理师的母亲曾经确诊新冠肺炎 临时护理师和家人都被匡列隔离 王碧胜频繁去找他 有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我想我对于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安全的维护 非常非常谨慎 我每次去外面出了什么任务 结束之后 在中间我都是自我隔离 不只婚外情 王碧胜还被挖出十多年前 在县立板桥医院 一领奖金被医院告 王碧胜回应 那是医院一发 不是我一领 那是讲好一个月二十万 做了一年 三年后板桥医院才要追回二十六万 他觉得有点冤 王碧胜说自己是公职医师 从没想过有天会变成公众人物 将争议一一说明 盼外界记得他的防疫表现 不是只剩下婚外情 东森新闻 陈允祥 陈静 SN小组在台报道 飞闻事件曝光十二天 王碧胜终于现身 和妻子一同接受周刊专访 王碧胜一开口 就承认和林小姐 是不适当 不应该的关系 没有所谓的包养 或者是互相承诺的 这个关系在没有 我觉得这关系是不适当 不应该 我也征询过他的同意 这边当然跟他会 这个这个做一个 这个这个解决 还有结束 对 被称为顶尖专业美女医 王碧胜的妻子 北荣神经医学专家 也首度发声 游祥玉坦言 真的完全不知道丈夫的 那段关系 就是你们跟他讲的前一天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没有隐忍 我也没有容忍 我非常不喜欢 媒体还有网络上面 说我是正宫 两个在婚姻关系方面 是平等的 没有谁隶属于谁 理性受访 但事发后 确实掉过几次眼泪 都是因为身旁的人哭了 有高中同学看了报道 替他抱不平 并不是来 我就是要说 我都原谅我的先生 你们也要原谅他 这个事情 牵扯非常的复杂 我现在并没有原谅王毕胜 没要原谅王毕胜 但后面要怎么做 王毕胜妻子说 那是隐私 没义务告诉不认识的人 王毕胜夫妻接受专访后 护理师林小姐 也主动致电周刊记者 对于王毕胜已不适当 行人两个人关系 他仅以嗡嗡 两个字回答 他的发表的东西 越来越是公共有关的东西 你这个时候很突兀的在放一个夫妻放响的一些资讯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做事的方法 桃色风暴 12天过后 拆弹专家王毕胜和妻子一同受访 判让事件落幕直线 东森新闻 陈云祥 陈静怡在台北斗 当然第一个就是要跟我太太道歉 飞纶事件曝光12天 王毕胜终于现身 和妻子一同接受周刊专访 王毕胜一开口 就承认和林小姐是不适当的关系 没有所谓的包养 或者是互相承诺的 这个关系在没有 我觉得这关系是不适当 不应该 我也征询过他的同意 被称为顶尖专业美女医 北戎神经医学专家 王毕胜的妻子也首度发声 这是你们跟他讲的前一篇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没有隐忍 我也没有容忍 我非常不喜欢 媒体还有网络上面 说我是正宫 两个在婚姻关系方面是平等的 没有谁隶属于谁 转访过程 王毕胜五度向妻子道歉 但妻子的态度很坚决 王毕胜夫妻接受专访后 护理士林小姐也主动致电周刊记者 对于王毕胜 已不适当形容两个人关系 他仅以恶恶两个字回答 太太跟他家人共同面对 共同去处理这事情 不过也呼吁智慧大众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回归常规 王毕胜 我们先闻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 而针对外界质疑 护理师的母亲曾经确诊新冠肺炎 林小姐护理师和家人都被匡列隔离 王毕胜频繁去找他有没有违规 王毕胜强调 对于指挥中心的安全维护非常谨慎 将争议一一说明盼外界记得 他的防疫表现不是只剩下婚外情 东森新闻陈玉祥 陈庆SN小组在泰布道 我们特别提醒 王毕胜你千万不要说谎 因为后面可能料会越爆越多 果然 两天前王毕胜不认 他说我们只是朋友 孩子不是我的 孩子是这个女孩子跟前男友生的 而且他们已经分手了 但是经过了48小时之后 王毕胜认错了 道歉了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深深表达我的惬意而且自责 我期望取得家人的谅解 我希望家人能够原谅我 这岂不是已经认了吗 为什么 他在经过48小时之后竟然认了 是 王毕胜身为猜蛋专家 却在48小时之后才要猜蛋 但是来不及了 他已经粉身碎骨了 这当中呢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个多月前 我们之前提到了 有一个藏进人 他给了周刊非常完整的资料 其实这几天媒体登出来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其中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内容 我插个话 我们在两天前也提醒王毕胜 周刊不可能没有影片 是 第一时间只有照片 就代表周刊仍然留有一手 是不是后续要慢慢陆陆续续地丢出来呢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已经有影片了 对 不但有影片 而且开始连每个月给多少钱 现在资讯都有了 但是呢 其实这个长进人 一开始给媒体的料的时候 也包括了林小姐她的IG IG里面我们之前有提到了 包括这个爸爸跟小女娃 在睡觉的那张照片 还有这个林小姐 三不五时打卡的很多的内容 其实都在IG里面 但是 在周刊他们要处理这个爆料内容的时候呢 媒体是这样 在刊出之前一定会问当事人的意见 所以王毕胜跟林小姐早就知道 这件事情媒体要爆料了 所以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之前呢 林小姐的IG早就封住了 早就封住了 当事人一定会把它封住嘛 那封住之后呢 各位记得吗 在48小时之前 这个事情整个爆料出来之后呢 王毕胜的第一时间说谎了 他说我没有那么白目 这是我的老同事 我很爱小孩 这个孩子是我的老同事 跟他的前男友生的 对不对 他这一说激怒了这个爆料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常见人 这个爆料的人 就是要你去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他丢了这么多的内容出来 也就是说其实 刚开始他是期待 他能够第一时间承认 如果你第一时间承认 每个月给六万块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第一时间承认 其他的细节我就不说了 包括奶粉钱等等 我都不说了 阿关你太聪明了 就是因为他第一时间说了谎 他没有拆蛋 所以这个爆料的人非常的生气 接下来他就把所有的料 要给媒体爆料 所以昨天晚上 我相信媒体已经知道了 媒体在接到这个料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动作 我在报道之前 我要不要问当事人 所以王毕胜应该知道 有六万块这件事情了 好 王毕胜知道在今天 又有最新的突破了 已经没有办法不认了 所以昨天紧急发了道歉文 不过这个风暴恐怕没有办法歇止 因为现在料越报越多 不只是他的私领域的问题了 现在牵涉到公领域 好 现在最新消息我们独家掌握到 王毕胜曾经被判 一领奖励金 对 那是最新的消息 最高行政法院 他是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台北高等法院他判决以后 王毕胜他是上诉 上诉这一次就被驳回 那驳回之后 我先打个岔 这是王毕胜在台北县立医院 担任院长的那个时期 是 那院长他当时在台北县立医院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年度的一个奖励金里面 有两百万 这两百万在院长 他是可以去做任何的支配 但是对他个人来讲 他一领了二十六万一千八百零九块 那这个钱目前来讲已经确定是 这个有判决确定了吗 已经确定了 确定他一领了吗 一领了 所以他要归还 好 所以已经判决他一领了 判决他多领了 判决他要归还这二十六万 那这样还能够扯到 只是私领域了吗 现在已经不仅是私领域了 这样的人还能官运亨通吗 还能坐在现在这个位置吗 这样的人陈时中还能够说 等水落石出再来处理吗 难道现在不算水落石出了吗 他现在都已经认了啊 虽然有一些人还是说 这是人家私领域的事 没有错 这是私领域的事 这是跟他太太的权益有关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爆料人他要营造一个氛围是 王碧胜是一个拆弹专家 自己身上的炸弹都拆不掉的话 你怎么样处理更多的危机吗 但是公务员没有私领域这件事 公务员的人品诚信 包括他如果说谎都要被检验的 没有错 所以为什么这第二份料更加致命 是因为这个料的内容说 这个灵性护理师跟王碧胜呢 他们交往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这七年当中当然也有提到说 经常是爱相随 王碧胜去哪里 林小姐就去哪里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林小姐 三不五时会跟他旁边的人说 这是扣着林小姐的话 我老公好忙 他是管疫情的 所以经常回家吃个饭就得走了 前阵子都还在要开会 讨论疫苗的事情 都差点要把王碧胜三个字讲出来了 我老公是管疫情的 所以这句话 小三漏了线了 第二件事情是呢 这个爆料料人说 这个林小姐三不五时都说 我老公啊 对我非常好哦 他都会给我零用钱 那如果我的钱不够用的时候呢 老公就会再给我 那现在呢 每个月就是五万到六万 那我们有小宝宝之后呢 这个小宝宝 所有的奶粉钱 小孩的衣服 小孩的所有的这个费用 我老公都会出哦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做老婆的 就是用来宠的 我老公有多宠爱我 天哪 这些话应该都是 直接跟爆料人之间的对话 才会有啊 问题是 王必胜不是说这个孩子是 林小姐跟前男友生的 而且已经分手了吗 那怎么会有一个老公 原原不觉得提供他财务上的帮忙呢 怎么每个月还给他六万块 到现在还在给呢 那如果王必胜不是孩子的爸爸 他干嘛帮忙买尿布买奶粉 还给钱呢 还有第三个料理 显然就是王必胜在说谎嘛 这个让他粉身碎果 第三个料理 是因为这个IG的内容呢 爆料人就直接给了一些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这照片就是说 王必胜很喜欢穿一件蓝色的衬衫 其实这个蓝色衬衫 我相信很多民众都有印象 是因为他出现很多公共场合 也都有这个蓝色衬衫 在那个就是这张照片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件蓝色衬衫 可以让王必胜到底有没有不伦破案 而且这个蓝色衬衫呢 可以衬出他的身形 大概就是这样了 所谓厚实的肩膀嘛 但是在 然后有一个肚子 在林小姐的IG上面 因为这是他私人的IG 现在已经封住了 在这个IG上面呢 就很明显的 小女娃的爸爸 就经常是穿这个蓝色的衬衫 因为版权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PO 他跟小baby在一起 穿蓝色衬衫的照片 但观众朋友可以去 水果日报网站看 你可以看得到 有一张照片就是 小baby的爸爸跟小baby在一起 穿的就是画面上 观众朋友你所看到的 这一件蓝色的衬衫 衣服一模一样 连肚型 那个肚子那个肚男 也一模一样 还有那个厚实的身材 虽然没有看到脸 但比前两天那一张 有致的照片又更明确了 但是还有第四个致命的大机 王必胜如果真的 我们现在要说了 如果真的是跟这个小三在一起 你知道这个爆料人 把这个对话讲得具性迷遗 他说我跟我老公在一起七年了 我们一开始 我们是没有想生小孩了 不过我们都没有避孕 我们都算排卵日 这个如果不是很私密的对话 被人家听到 怎么会具性迷遗也讲出来 他说我们都算排卵日 结果有一天我发现我怀孕了 你知道吗 我老公吓了好大一跳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我跟我老公都觉得 这个宝宝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这样听来我不知道正宫做何感想 而且林小姐言下之意是 宝宝的爸爸跟他还没有分手 所以他直接如果这个对话是真的 直接打脸王必胜 问题是小三风暴之后 大家开始找 王必胜老婆到底是谁呢 到现在都没有出面说话 其实老婆不输小三 据说长得又漂亮 学历又高 工作又好 这又是一个童话故事了 王必胜跟他的太太呢 其实呢 他们是在念大学的时候 医学院的时候 就是同班的这个班队 而且是青梅珠 当时两个人都觉得 这一对就是金童玉女 之后呢 我们也知道他们就是双一家庭 而他的太太呢 这位王太太 他美貌跟智慧兼具 也就在台 就在这个荣总呢 担任的是神经医学专家 他们有两个女儿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王必胜其实现在住的 这个三重豪宅呢 是他太太名下的房子 太太在生活上照顾他 还教育了两个孩子 而且太太在事业方面 非常非常杰出 重点是 太太任职荣总 王必胜曾经任职荣总 林姓护理师过去 也任职荣总 其实三个人应该都认识 好 我们回来看 王必胜 谎话连篇 乌纱帽还保得住吗